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后 赵文卓抱怨道 现在T哥收官后 前两天 陈小春就给我打电话 而且一打电话 就要几十张签名照 对此 大家也是好奇 而赵文卓调侃 陈小春说 他有许多朋友喜欢赵文卓哥哥 所以 只能要我签名落 还说 他用他和应彩儿的签名换 这么想想 我还是赚的啊 哈哈哈哈 这理由也是逗笑全场 虽然披荆斩棘的哥哥是第一季 却赢得了一些粉丝和观众的喜爱与支持 尽管有些不舍 但还是祝愿赵文卓 陈小春等哥哥们 在未来可以更发光 γά吉他儿 虎两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